新闻首先是为了要因应国内的经济景气衰退 引发失业潮 大陆周期委就宣布台北县政府首创开办公共部门扩大就业方案 将要提供1000个短期的工作机会 协助本院的劳工准备找到工作 现在我在上半年预估到经济衰退会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 所以特别成立跨局处专案小组进行抢救失业大作战 并且在县议会大理支持下 编列约3亿多元预算 计划就先推出由劳工局办理工部门扩大就业方案 提供1000个工部门就业机会 希望可以让失业劳工立即上工 从工部门去增加1000个工作机会 让大家紧张报名买工作 那么如果说这个买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还在筹措 是不是再增加一些公共门的工作机会 这次招募1000个短期工作职缺 其中600个以清洁工作为主 其余为行能工作 招募的对象已设计台北县失业 而且没有领取退休金 若是族群委优先 听完天新闻张家正领警于北县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设订яли定 精服装询 设计刑筑